AtlasOS是一个国外的Windows精简项目 通过部署它 可以让你的Windows系统变得更流畅 打游戏的时候更湿滑 用其官网上的话来讲就是 进程减少了76% 内存占用减少了61% 帧数提升了26% 听起来很得劲啊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装一下这个AtlasOS 也顺便测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强 实际是准备工作 我们需要一个原版Win10 2H2镜像 目前AtlasOS仅支持这一个版本 EasyRC用来装系统 AtlasOS部署包 以及一个霍格沃兹环境 那么照国际管理 这些东西除了最后的霍格沃兹没有 其他的都已经放在了视频简介 点个赞快去看看吧 准备完之后进来是第一步 安装原版系统 将所有附件下载下来 你会得到这四样东西 其中第一和第三个 是AtlasOS的部署包 第二个是EasyRC 第四个是原版Win10 2H2镜像 这些附件我建议你放在地盘根目录使用 另外安装系统会格式化C盘 重要资料请提前备份 打开EasyRC文件夹 找到EasyRC V3.exe运行 可以看到上方已经自动识别了Win10的镜像 但你要是不放心 还是可以选一下 中间是安装位置 默认是C盘 下边可以选一下Win10是版本 原版镜像包含的版本还挺多的 点击开始安装 弹出了框框确认一下 然后就是一段系统安装过程 EasyRC会自动下载FireP 然后进入PE安装系统 最后自动完成安装 并进入Windows桌面 全程都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 到这里原版系统就安装完成了 第二步 部署Atlas OS 依然打开此电脑 D盘 找到ME Wizard Beta 这个程序打开 等待框框弹出后 再打开Atlas-Win10-2272文件夹 把里边这个Atlas XXX点 APBX文件 拖到刚刚打开的程序 左边的框框里 接着程序会提示你 需要关闭安全防护 点击Run Action 弹出了框框 选择打开Windows安全设置 接着把病毒 防护里的这些选项 全部关闭一下 插掉弹窗 我们点击Next 下一步 会提示你当前系统 没有满足部署要求 点击Run Action 程序会开始做前期准备 稍等片刻 电脑会重启一次 回到桌面后 ME Wizard Beta程序会自动打开 此时先别急 把你的霍格沃子环境 先运行起来 然后再点击程序的Next 下一步 这次会提示你的电脑 没毛病 再点一下Next 确认一下信息 下一步 弹出了框框 统一一下 再点一次下一步 Atlas OS 就正式开始部署了 整个过程会耗时7分钟左右 期间可能会弹出一个框框 问你要不要进入 侧通道环节 进入这个 在老电脑上 可以提升性能 但会降低安全性 新电脑上 反而会让性能下降 推荐古董级进入 完成后 电脑会自动重启 并完成配置 再次开机 你的Atlas OS 便部署成功了 那么到这里 Atlas OS的教程 便换完了 接下来我会实际测一下 这玩意儿 是不是真的对游戏 有那么大的提升 Murloss的电脑 没有显卡 并且整个测试 都是在虚拟机里完成 所以可以看作 这是一个 敌配电脑环境 首先直接上一款 老3D游戏 轨迹4 用它自带的测试 跑一下 RH2原版系统帧数 基本在30左右 而Atlas OS 周围是在40帧左右 哎 好像 有点东西啊 再来看娱乐大师 RH2原版跑分 128257 Atlas OS 周围 129631 呃 不能说完全一样 只能说 没啥区别 用3DMark再跑一下 6分也是分 有提升 啊 总的来说 Atlas OS 或许能够提升 部分游戏的帧数 但确实 也不像官网所说的 那么神 毕竟 优化优化系统 帧数就能暴涨 20%多 老皮克的显卡 还卖不卖啊 不过 Atlas OS 因为去掉了 大量系统动效 用着确实感觉反应挺快 而且内存占用 是实大实的降低了不少 对于日常使用的老机器来说 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了 那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Moz 我们下期视频见